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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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不要把所有无辜的人都牵连进去 站住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娘还有什么吩咐 既然你说你没看见 姑且我就相信你 一边 伤了我们婆媳之间的和气 明天是观音带 陪娘去慈云寺烧根香怎么样 知道了娘 知道了娘 这事越远越好 而且永远不要再回到辉州 这个我很清楚啊 一条人命不是小事啊 秦总管 你放心吧 我在乔家做了几年的奴才 工作勤快嘴巴紧 今天的事我保证 睡个觉我就不记得了 放心吧 我连做梦都不会说漏嘴的 今天打死人的事 你要是敢说漏嘴 你第一个掉脑袋 谢谢啊 改夜路辛苦 走之前到厨房打包吃的 谢谢秦总管 老夫人 老夫人 都打点好了吗 打点好了 盘缠够吗 要不要多一点 多一点是好啊 我这样子走得也快些啊 你不用干 我想你多留一天 有件事我想你帮我办 办好了才离开慧州 钱我不会亏待你的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是不是娘派来的 少夫人不是白问了吧 我要是给你答案 让你去盐楼王那儿告我的状 你 你 得罪了啊 干爹 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听见了但听得不太清楚 好像是从佛堂那边传过来的 佛堂 快去看看 好 走 老夫人 老夫人 快去找楼大夫 好 老夫人 老夫人 快去 这位小姐 你要去哪儿 麻烦你 人际医院 好 您坐好 好 感谢观看 姐 姐 你眼睛现在睁不开 但你能听见对吗 姐 你一定没事 一定没事的 别忘了 我们两姐妹 在这世界上没有别的亲人 我们分离了那么多年 终于又团聚在一起 姐 你要好起来 姐 雨风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啊 刚好 昨天刚下过雨 那边冒出了很多蘑菇 待会儿我们一块去采蘑菇吧 好好啊 姐 我要喝你做的百菇汤 没问题 娘知道你来找我吗 当然不知道了 娘是知道了 就不让我来了 娘不知道你出来了 那她多着急啊 你别担心嘛 我喝完你做的百菇汤就回去 还不行吗 姐 娘啊 就是偏心 把这么好的菜市都给你 就不给我 哪儿好啊 你看啊 这儿有山有水的 而且啊 这里空气又好 还有飞行走兽吃 去哪儿找这么好的地方啊 哎呀 有什么好的 你那么小 还是不要一个人出来的好 人家不小了 人家都能养活自己了 姐 你该说婆家了 你呀 都在想什么呀 本来就是嘛 哪家姑娘不想有个好归宿啊 不过 做姐妹的就这点不好 像我们这样 即使感情再好 等将来驾南驾北的 再见面恐怕就难上驾南了 嗯 这样吧 我们约好了 就算将来都嫁了人 这份姐妹之情也要永远珍惜 好 姐 咱们言为定 拉钩 拉钩 好 姐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吗 即使将来 我们都结婚了 嫁人了 也要做对好姐妹 可是命运之神居然安排 要我们同时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爱得好苦 姐 你要真的能听见我说话 你就答应我 你要快点好起来 姐 姐 我已经决定 从墨月那个鬼地方逃出 重新恢复清醒 面对乔家 面对命运 赶快好起来吧 是啊 你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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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金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知名镜与点栏目 显示明镜与点栏目 物业公司 那你怎么说的 我跟他说你已经睡了 不让他们进来 但是他呀非要亲自看看 然后我就两手一插腰 跟他说你敢 后来他就被吓跑了 真的好险啊 多亏有你了 少夫人 不是我恭维你 你打扮以后真的好漂亮啊 那我跟白老师比起来呢 这 我听说你们私底下有人议论 说白老师和少爷之间 这个你可不要问我 我 我从来不谈他们的事情的 那如果你是少爷的话 我跟白老师 你会选谁啊 当然选您了 你对少爷的好 我柳珠可是见证的 对了 秦总管今天为什么派人来查访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听说啊老夫人今天半夜撞了鞋 昏倒在府堂前了呢 少夫人 这件事情不会跟你有关吧 老太太撞鞋 那是因为她心里有鬼 刘大夫 老夫人的心急多年没犯了 这怎么会呢 看样子受到了某种刺激和惊吓 不过现在总算稳定住了 谢谢刘大夫 武昌 送送刘大夫 同时把药给取回来 好 对了 顺便去一趟医院 把老夫人病的事情告诉少爷 请他回来吗 白老师跟他 这个 让他自己决定 让他自己解决 去吧 好 刘大夫请 好 刘大夫请 好 请 干吗呢 开会呢 你看表小姐她 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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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一大早就发现她毯子这 怎么摇也摇不行 这 刘大夫 正好 您顺便帮我看看吧 好吧 好好 来 把行李搬走 好 快 走快 快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这个流氓 放开我 哎呀 你是谁 没事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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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你非礼不成 唉呀 想摔死我呀 我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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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表小姐 你 你真的没事吗 要不我找个大夫给你 仔细地看看吧 人糟没月 大夫能看吗 表小姐 你怎么放着床不睡 睡在廊下呀 大半夜的把行李收拾好 谭鱼都带上了 你这干吗呀 内警太难道 我肯定是得了 间歇失忆症了 昨晚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失忆症这么严重啊 你不知道啊 我五岁的时候啊 就得了梦游症 我昨天晚上 肯定是梦游症复发了 这 旧疾复发 对 就这句 旧疾复发 就这句 这么巧啊 什么这么巧啊 那个 同样是昨天晚上 老夫人 老夫人也是 旧疾复发 是吗 是啊 老夫人不知道 受了什么刺激 就在佛堂前 突然晕倒了 亏了大夫及时赶到 才把命保住啊 那老太太 也受了刺激了 嗯 旋 我看这园子 真够旋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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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姐 我我我不是成心的 我 哎呦喂 我我我干爹 让我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一趟药房拿药 顺便去趟医院 我给忘了 哎呦 我我走了 你去吧 你去吧 哎等一下啊 哎呦 把你的衣服带上吧 哎呦 哎呦 肉掌小心啊 哎呦 别绊着了啊 哎 去吧 那那那那 你早点早点休息啊 哎 你去吧 好好好 哎 怎么回事 这已经是第二次失手了 乔家的东西 怎么那么难偷啊 熄门 还是觉得熄门 好像也不知 医生 他目前情况怎么样 哦 他心里稳定 脑部活动也满满恢复正常 情况进展十分顺利 那就是说 他可能很快醒过来了 你可以放心了 那太好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小少爷 你来了 虽然我跟你不算什么朋友 但是你这样叫我少爷 我还是不太习惯 要不这样吧 王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叫我山哥好了 当然不介意了 那好 以后我就叫你升哥了 刚才看你和医生交谈 玥兰的病情应该好转了吧 她的情况医生说开始好转了 真不知道如果她出了什么事的话 我该怎么办 其实我真的想提醒你一句 我希望你往后 千万不要做出伤害玉兰的事情 我不可能做出伤害玉兰的事情 是 这一次是我错了 我太疏忽了 所以让她受了伤害 你现在已经被江一雄缠上了 我想也不会那么简单吧 我觉得 才上我的不只是江一雄吧 还有令堂 这点你应该清楚 其实我娘 在查我的事情 我知道的只是一点点 我也不想去谈究 事情太复杂了 这件事情 已经让太多人牺牲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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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往小虎了吗 我今儿事比较忙 让 让翠桓送孙少爷去上学了 你在忙什么 老夫人心急复发 突然晕倒了 严重吗 还好 已经请大夫看过了 我把车都开过来了 你要不要回去看一看 我看你赶紧回去吧 要是老夫人醒来之后 发现你在这里 未必是件好事 你放心 这儿有我 有什么情况 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好吧 走 廖哥 你回来了 医院的情况怎么样 白老师他醒了没有啊 还没有 医生说他的情况 已经好一点了 谢谢你关心 好了就好 好了就好嘛 你去哪儿 我去街上给表姨妈买补品 表姨妈昨天晚上 在佛堂前晕倒了 刘大夫说是救急复发 我想我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干脆就出去走走转转 看看有什么好的补品 给表姨妈补补身子 我也尽一点孝心 那也好 对了 五昌 你先把药拿到厨房 叫他们肩上 然后陪表小姐上进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不用五昌哥陪我 没事的 反正他陪你 可以帮你拿东西吗 还有 待会儿出去 先到账房提起钱 表哥 你叫五昌哥去拿钱 这是什么意思 你对娘有这份心意 已经很好了 怎么可以叫你花钱 表哥 都是自家人吗 你也太客气了 那 那也好 表哥 你放心 我一定给表姨妈 买最上等的补品 给她好好补补身子 我等你啊 少爷 那我先过去了 少爷 那我先过去了 小萍 出门当心点 我去看我娘 好啊 表哥 你慢走啊 国气 大方 这不愧是我的表哥 什么 bene 不愧是 不愧是 我可能的 就是我的脚 打扫了 许子 你怎么看我 你真的很义 我现在要睡 你怎么看我 说是 你怎么打扪它 你怎么能打扪它 您尝尝 尝什么尝 清瑞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 居然瞒着我 不跟我说实话 你真令我太失望了 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 做错什么 你心里明白 好 好好好 是我的错 你打我骂我什么都行 可千万先消消气 刘大夫一再关照 您现在身子骨弱 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 报告耗子加慈悲 是是是 但你得告诉我 我做的什么不好 让你不高兴啊 我改啊 我问你 玉丰那个死丫头 装疯卖傻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我让你带小平 到某院去求证 你就发现也不对劲 故意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故意瞒着我 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有点可疑 但还不确定啊 觉得可疑就应该告诉我 我可以防犯了 只是个病人 得防什么呀 说得轻松 你知不知道 就是玉丰那个死丫头 把我杀晕的 就是他提着红灯笼 把我堵在佛堂里 原来 那不是我的幻觉 我是这好 那是哪 其他人 是哪 人 可疑 是哪 这 人 还是哪 你会有什么主张 最近桥园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是怕你闹心 怕给你添乱 所以我 住口 你知不知道 这是人面观天的大事 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 你浪糊涂了你 我没糊涂 老夫人 真的是邵夫人把你吓的 就是她 还想吗 我没糊涂 也好 也好啊 好 好什么好 当年她大胆不死 又让少爷主张把她一道墨园照顾 如今她安忍醒来康复痊愈 这我们应该觉得欣慰才是啊 欣慰 是啊 至少让我们手上的罪孽跟血腥减少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它是好事 我们可麻烦了 好 你说 我的手 沾满了血腥跟罪孽 你不给我一条心啊 信芳 信芳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听 我不听 出去出去 你听我说嘛 出去出去出去 好好好 我出去 你你先消消气 我出去 我出去 少爷 你回来了 你 latest 请不说 让我来 也要填 一会 您 有兵 你从医院来 告诉我 白老师怎么样啊 他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不过医生说 他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吴校长在医院陪他 吴校长 他们俩形影不离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呢 有吴校长照顾白老师 那就放轻松一点 没事就多休息休息 别把辛苦往自己身上来 只要玉兰能度过这个难关 再辛苦都无所谓 患难见真情啊 在想什么呢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我碰到了秦总官 你听到我们说什么了 我先去厨房 叫他们做饭拿来给您吃 吃药之前吃点东西 那样会比较容易吸收 日申 您是乔员的顶梁筑 绝不能倒下 千万千万我不能听到什么 千万千万 那么我们走法 为什么 让我们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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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等我 想说什么 还是想解释什么 我是奴才 是外人 但是老夫人 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 骨肉连心呢 我应该怎么样当儿子 用不着你来教我 奴才不敢 奴才 你哪里是奴才 你应该是咱们乔家的 头号军师 如果这里没你 我都不知道 会变成什么样 这 很对不起 不该这么说 应该说 你不单单是 乔家的头号军师 这么简单 你还是乔家 潜藏的一个老爷 对了 刚才你在房间 叫我娘什么 既然你知道自己是奴才 那为什么可以直呼 我我娘的闺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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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时冲动 我一时喊错了 我该死 我该死 少爷 我 我年纪大了 糊涂了 我 你 千万不要误会 我是当儿子的 凭什么 去管我娘的私房事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有心思 去打听 少爷 是真的 是真的喊错了 那当年玉丰坠崖 这是意外吗 确实是意外 满罪谎言 到现在还不说实话 那我刚才听到什么 满手血腥 一身罪孽呢 你快说 没话说就是你心虚 不认识 秦总管 人在做 天在看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清楚 虽然可以逃过我们的眼睛 但逃不过上天 你问问你自己 到底你还有没有良心 少爷 我 我 我只是想说 不管你心中 绝对有任何的不痛快 你尽管找我 不要为难你娘 你又装白脸 我告诉你 以前一直是我不闻不问 但现在不同了 我心里自有一本账 你做了什么 总有一天我会跟你算清楚 但我再说一句 我希望你往后 不要在我面前装 你不觉得累 我也会觉得很烦 我会觉得很烦 我再说你 你可能会不会 你不觉得太多了 我说我 你不信心 我会觉得太多了 你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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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来看看少夫人 少爷 少夫人她 她是不是已经完全康复了 这个 少夫人的病情每天都在好转 不过 现在她是不是完全康复 我不清楚 她在哪 她刚才还在那浇水呢 但是一转眼就不见了 孙少爷 你别跑啊 别跑了 别跑了 她有这几渔课没上呢 不上了 不上了 为什么不上了 我要去医院陪白老师 那你也得上完课再说呀 不可以 你马上给我想个理由 你又让我想理由 哎呀 孙少爷 我求求你 求求你 你就饶了我吧 你知道的 我来来回回 就那么几个招数 嗯 你知道的 我笨吗 我知道你笨 但是我已经想好了 你就说我肚子疼 送我去医院 我就能陪白老师了吗 你以为还有人信吗 再说了 学校也有医务室嘛 你肚子疼 也用不着去医院呀 难道非得像白老师那样 发生车祸 那样我就可以去医院了 是吧 好 我现在就去排车 呸呸呸呸呸 哪有说这种话的 不许你这么说 出生货有什么好说的 以后不许胡说了啊 那就只说肚子疼这招了 等一下体育老师出来 你就配合我 哎呦 哎呦 肚子好疼啊 疼他不行了 哎呦 不行了 好疼好疼 哎呦 疼死我了 好疼好疼啊 疼他不行了 孙少爷 我疼啊 我疼啊 你真的好假呀 你自己玩吧 我再也不替你被黑锅了 哼 哼哼 哎 给我爱你不叫义气 给我站住 来呀来呀 你这不叫乌我 听到话要 你干什么 我打你 我打你 你打呀 打呀 你打呀 打不打 你打我 孙少爷 小虎 小虎 快过来给阿妈抱吧 二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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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夫人 你怎么醒过来啦 你怎么过来啦 对啊 对啊 好神奇啊 的确是很神奇啊 二妈 二妈 睡了好久好久 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后来 后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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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 快点跟我说嘛 嗯 后来啊 天边突然飞来了一千只纸鹤 他们把二妈整个拖了起来 就带我离开了梦境 二妈 就醒过来了 哦 太好了太好了 我爹的指望好厉害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我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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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 看白老师的 你既然不喜欢 那就算了 唉呦 二妈不要这样嘛 我喜欢 我喜欢 那你喜欢谁呀 我喜欢二妈 也喜欢白老师 那我呢 那我呢 你讨厌 我白对你好了 你对我好啊 是我对你好 哼 哼 你讨厌就是讨厌 去 我哪讨厌了 孕小姐 孕小姐 向小姐 乖 姆地 孕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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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奕来 你先别动 我 我我就叫医生 对对对 你要不饿 你饿的话 好你好好等着 千万别乱动 我去叫医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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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岚 你说你才刚醒 你这个样子 怎么不听医生的话 在床上都躺着呢 我整天在病房里 只能看到你的身影 闷都闷死了 我想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 你的意思是不想看到我了 你是怪我吧 我哪有在怪你啊 我为什么要怪你 因为 我害你撞车 家明 你不说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你一说我心里更难受了 如果不是我出了车祸 那半张图纸 也不会找不到 你别这么说 在你出车祸的时候 我很担心你 你知道吗 其实你的性命 比图纸更重要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它 那半张图纸对你很重要 你还要靠它救你哥呢 其实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预感 老太太在跟我商量完之后 就一直没有行动 还有 江英雄现在已经撕破脸皮针对我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我哥 我家明别这么说 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 我觉得 你哥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但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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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